怎麼會有這樣的紅寶的裸食 那個時候我是在一家 幫同事 幫同事他就是跟人家合租辦公室 對 是 那合租辦公室 就是說有另外一邊是營造廠 那我們是攬貨公司 走傳物的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同事 是以前是同事 然後來自己要來創業 所以他常常把錢都丟在我桌上 就讓我去跑 可以跑海關 然後就是說要驗證 東西的稅金 要跑這一類的 他把錢放我桌上 結果沒想到隔壁的營造廠人 注意到了我桌上有錢 結果有一天他缺錢 所以他靜靜的看 等到我下班沒人了 他跟我說他跟我掉錢 一定要九萬塊錢 不然他的工程做不下去 後來我就說 這個東西我又不懂 他說他怎麼樣 他說拜託 他也沒說他要贖回去 等於他要拿這個紅寶石 來跟你借現金 對 借多少 總共七顆 後來我說我真的沒有九萬 我只有七萬五 就真的就拿七萬五 對啊 沒有回來 所以他這給你好多顆 七顆 七顆 大小都一樣嗎 不一樣 這個比較大 這個是最大的 對 他說沒有燒 但是怎麼來 他說是出國帶回來 哪裡來他沒講 一般都會講太多 什麼時候多久的事情 幾年前 那個人已經做先了 二十年 就是大概84年 85年 民國84年85年 差不多那個時候 三十多年前了 那個已經做先了 我看有保證書 這算保證書 我不懂啊 是不是 他就寫一個Ruby 他的重量是4.86 對啊 你看看 Nature Ruby 天然紅寶 這怎麼知道啊 只是這個證書 證書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然後他的4.86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一顆 就是嘛 對 其他六顆比較小顆 上個禮拜我拿了我的身分證 對不對 劉德華對不對 你回到文書裡 正義啊對不對 馬上把這個哏給講出來這樣子 但是如果這一顆紅寶石 真的4.86克 這麼大顆 然後又漂亮 不得了耶 我是前一陣子看大巡寶家 是 就聽到秦老闆說 台灣已經沒有無燒的紅寶石 但是沒有寫 沒有寫無燒 沒有 我就拿到基隆的營樓 他一見說 你這個沒有燒我不能收 沒有燒不能收 小間的 很小間的 我說什麼叫沒有燒 結果他七顆 好像他說他不能收 另外一家有 可是 要收嗎 你拿去他願意收嗎 多低 不到一萬 七顆不到一萬 那這就有鬼了 好恐怖喔 七顆不到一萬 這不可能吧 好吧 我們先見價好了 我真的是為了他才報名的 你知道嗎 本來大姐不願意露臉 我真的不願意 他為了一個紅寶石 他想知道當年借出去的七萬元 對啊 到底有沒有被騙 因為他拿到營樓去人家說 七顆跟他說 天啊 我們來看看這顆最大的 一顆多少錢 好 我們先收到了這一顆 我也知道Nature 但是到底是真還是假 現在都要贈書啊 真的Nature還是假的Nature 來 請見價 來 請見價 一千五百元 一顆啊 這一顆 那六顆 完蛋了 那你那個六顆 所以人家要跟他買一萬 差不多耶 加起來 這邊各位報告 這個紅寶石 在現在的台灣的市面上 還算有了 已經越來越少 是 這個早期 這個紅寶石 遠遠 大約到三十年前 差不多 那在泰國在 然後我第一手 我看到 我在那邊買寶石 然後就有一位 這個做寶石批發的先生 就跟水電工的名字一模一樣 然後他就買了一顆紅寶石 我們一般像這種 五六顆到四五顆到的紅寶石 大約在泰國 買到二十萬泰幣 合台幣到十六萬 他買了一個十三顆啦 我用你的記者的重量 十三顆啦 他才買多少錢 他才買一萬三而已 Gay 假的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 這是什麼假的 就說好羨慕 怎麼會買到這個東西這麼便宜啊 那一萬三個怎麼可能啊 然後買了洗滋滋的 馬上衝回台灣 然後在台灣的一個很大的鑑定所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是處理過的 打了證書 天然紅寶石 他轉手賣了七十萬 我們還在泰國買寶石 他又飛回來了 太好彈耶 再帶貨回來 講給我們 真的 後來發現這個紅寶石是什麼 是一個新 我們是在泰國就稱為叫新燒法 沒有燒的紅寶石 叫天然紅寶石 這個有從證書 從這個證據可以看得到 然後一般的紅寶石有加熱處理 叫改色熱處理 這是被接受的 有燒過的 然後這個叫新燒法 就是它就鑄玻璃 灌玻璃進去 所以很多人都氣泡 那它是用非洲的那種原礦 非洲的原礦不透明的 去加熱處理 再改善 然後再灌紅色的玻璃 那現在這樣的紅寶石 我帶各位到香港珠寶展去看 印度人有在賣 一顆拉多少錢 兩塊美金 還有澡 1.8塊而已 滿桌都是 我們今天帶了真的紅寶石 讓大家來看一下 然後我們照的照片 先讓各位了解一下 好不好 來看看 放大看這一顆 林小姐帶來的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紅寶石 它就是所謂新燒法 裡面有大量的氣泡 然後偶爾我們也會看到 很多的彩虹光 在裡面 顯微鏡裡面看 那彩虹光它就這種玻璃的 或產生彩虹光 還有這個什麼氣泡 那天然的紅寶石呢 是像這樣子的 這是什麼 這是增狀物 這個是有加熱處理的紅寶石 剛才我們講過的 所謂叫改色熱處理 就加熱過的紅寶石 那它是增狀物 所謂的這個金紅石都斷掉了 變成點狀 假如它是沒有加熱處理 它的金紅石就很完整 一根一根的 會很完整 那這是被接受的 就是所謂的天然紅寶石 那這樣的這個就是所謂 像這一顆 真的 這重量是 來對比看一下 像這樣來講 真的以可亂真 對的確是這樣 那目前來講 像這樣的所謂的叫 新燒法的紅寶石 在台灣的 還有一些市場裡面 會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假如你是花很少的錢買 沒有關係 那假如你要花很多錢買紅寶石 我只是要很懇切地告訴你 你到任何的鑑定所 因為一定是很多錢 除非它賣你三千五千 那就算了 假如賣你一萬兩萬以上 請它拿到鑑定所去鑑定 有的證書 哪怕是你自己出錢 都沒關係 說這是阿嬤留下來的 這是誰誰誰 確定要的 可是那這個證書是怎麼回事 那這個證書更誇張 這個證書它的確是真的 因為這我在泰國 我們在那邊 來來去去 就11年了 我每年要去14趟 這是在泰國很有名的一家 這個鑑定所叫東京鑑定所 這證書是真的 它肯定是這樣子 拿了一個真的紅寶石 不斷地鑑定... 鑑定了一大堆的證書 對 然後再拿這個 新超的紅寶石 一個配一個... 證書絕對真的 有剛硬 都是真的 懂了... 我不能拿著劉德華的照片說 我是劉德華 那是不對的 什麼叫對啊 假設啦 當然我也是心存幻想 所以說最重要的就是說 證書跟紅寶石要穩 這很多人都會看到證書 我沒有問題 我的天然紅寶石 忘記 我們頂多也就只有像這種 手持的放大鏡 我們自己用放大鏡 是可以看分辨真偽 看到一些情緒 一個放大鏡 就是說這個熟練與否很重要 也就是說你... 可以看到像你這樣放大鏡嗎 可以的... 就是要多練習 好吧 那就只能練習 然後手比重 那拿著這樣子 這樣子看 是看得出來的 這是練習 基本功嘛 對不對 那教授 好 到底誰 十年耶 對不對 對啦 要練出 練演力量老師 來 我記得80... 民國82年的時候呢 我們公司有一位小姐 就離職了 然後他去跑到一家 專賣紅寶石的店家 那到那一家店家呢 他每賣一個物件 他的利潤就20% 我想說 怎麼會有那個紅寶石 那麼好賺 店面的小姐有七個 每一個人業績都很好 然後每天生意很好 因為第一次有店家 你如果說我們這家珠寶店 是鑽石專賣店 很棒啊 翡翠專賣店很棒啊 我第一次聽到 有紅寶專賣店的吧 所以每天車水如龍 很多人 那結果生意很好 那我們來看 它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 這一個紅寶 10克拉長得這個樣子 跟這一個20克拉 這兩個有沒有很像 超級像對不對 這個是10克拉 這一個20克拉 這個是堅金石 這個是紅寶石 這個紅寶石的成交價 是多少呢 5635萬 港幣 是 這一個20克拉的堅金石 成交價多少呢 181萬港幣 就差天跟地 是 那我剛剛講的那家店呢 因為實在是印象非常深刻 它開了四個月就收起來 但是賺得盆滿 鋪滿 對不對 原來就是在賣這個東西 懂了 懂了 所以大家還是要當心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